大家早晨,來到10月30日星期一的港股開市talk 已經踏入十月尾了,今天有我Jackson在陪大家 今天星期一有我們的嘉賓,馮宏苑Thomas 早晨,Thomas 早晨,Jackson,大家好 都已經第四季走了三分一 接下來會踏入十一月,然後很快就2023年就會完結 當然我們還有兩個月時間 這兩個月時間會不會在市場上有很多變化 稍後時間找Thomas和大家策解一下,尤其是美股 我知道Thomas都有一定的研究,美股這段時間就業績高峰期 上個星期我們看到那些美國大型科技股 出來的業績其實就很壞參半 但是股價的反應就是偏差為主 今個星期都有蘋果,我們待會可以再詳細策解 不如先和Thomas談談港股 好啊,那港股的因素,上星期都幾驚濤蟹浪地 上回晚七點樓上手 今早早回來其實開局就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你看到呢 不是很跌得下 現在都只是跌十幾點 十幾點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下午回來轉椅 但是今天就期止結算 明天就月結 可不可以說一下 究竟現在港股我們面對著什麼問題 還有未近兩個月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憑著年尾做好一點 其實我想如果你說港股的話 現在最主要就是 說真的 差的部分 就是 說中國經濟擔憂 那些部分 其實都反映了一大部分 今年 如果你 一年年計 今年計就基本上反映了一大部分 這樣就叫做 刺激經濟的東西都輕微有些政策 我都不敢說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 你說對比現在的應付 現在的問題來講 都 未叫做很特別見效 尤其是因為其實那個 狀況來講都是 無非不外乎都是兩條路 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創意政策就沒有太多 做過出來的 主要都是那些叫做刺激 消費為主就算是這些 坦白講都叫做 那個狀況就等於你的 你的人 不舒服 我就 開一點點藥給你補補身 或者頂一頂 但是如果是很差的 就是推進ICU 其實你怎樣下保藥都搞不定 或者都一定要 可能要大病要休息一會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變成這部分 即是消費的 即是消費相關那些 不會有太大的效果 在這點 另外如果你說對金融 大家最擔心 最關心的地方都是 最重要你的市場OK 如果你說市場OK的部分 就很難避免要講貨幣政策 但是貨幣政策今年就 很明顯似乎 中國官方就 幾 又沒有什麼避忌 很審慎 很審慎 即是透過不同的 途徑問過很多 相關的人士都有一個 共通的說法 就是真是不會大水買股 不要想 即今年起碼都不會 甚至最多都是有些 推測就是覺得 股可能明年 但是都是股 其實那個股 明年 股會 在中國可能會做一些 糧寬那些 的方法去放水 去頂住 在貨幣政策上做一些 的部分 就和今年大家 猜 聯儲局會減息 會減息 那個股是差不多的 我想在這個 狀況之前暫時 很難 即是你吃著那個憧憬 亦都很老實 你說如果憧憬 然後有人 有人 購入 覺得OK 可以 可以博一下 其實現在 肯定不是 萬七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恆子就應該不是 加上 今年下半年也有不少人 本身仍然留在香港的資金 很多主要都是 投機這件事 應該會夠市的吧 那麼差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 不做財政策都做閉賊 怎樣都 弄一些東西出來吧 但結果到現在為止 如果我們數特別國債都是兩萬億 聽起來好像是兩萬億 不少 但是如果 有細心計一計 其實今年 中國要面對的 債務上的規模 我不說得那麼明確 但是很明顯肯定 不是 兩萬億可以解決得到短線 何況如果有細心看到 特別國債的意思 不是很對焦 做一些跟內地房地產有關的債務 不夠 在這部分他們不做 他們只不過是 說是 會做一些可能 可能跟 水患有關的建設 都是基建為主 大家只不過想 有個基建 會不會可以 曲線間接流 改善的流動性 從而去 幫到少少 現在內房的情況 如果由此來說 是更加大問題 內房就 無謂看 基本上你見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 都不太行 反而問題 慢慢擔憂的就是 不是特別想嚇唬大家 但是 的確就是 過往都是房地產和金融系統 是 二為一體 其實 開始要 憂心 因為股價都開始反映 緊緊了一些 就是金融系統 方面 或者不要說到那麼 嚴重 我覺得 起碼一些 中小型的銀行 會 正如美國也有發生 都要留意 可能未來這一兩季 會不會有一些 危機 可能一下 跌下來跌到很害怕 這些都要小心 所以 整體來說 雖然 市況來說 好像上回晚餐 期結就暫時定住正常 如果期結都這樣 就 更害怕 但是下午 即是上午 指數比較穩定 下午的時候 希望可以 月尾都有 少少彈 大概 可能 17,600 6878 就好好的 這樣 又上多一點 但是 11月 都預期 仍然偏淡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那個淡 未必說 11月是雖然 但是 第四季 情況 比較難 10月見底 第四季 繼續上 然後 12月尾 兩萬點 也不是 太相似 你看 我剛才說的整個形容 雲吾環境各樣 似乎不是那麼快 可以發生 和做到 這件事 所以 暫時看 可能 11月 還會有些低位 反而就看看 低位 落到低位的時候 第一有多害怕 第二也當然會觀望 雖然 說中美 今次大家都低預期 會面 但是儘管看看會不會有些 超出了超預期的驚喜 如果有的話 都會幫到手彈 但是整體來說 第四季我們都覺得 就算中油都是反彈 或者這麼說 現在港股的格局 還未可以做 長期投資主 這個要漏心 暫時 都只不過是 操作就是 超賣 很害怕 買一些 不會馬上出事的 學業 希望反彈 回到一個水平 然後 要給它 是這種操作 維持 在港股上 暫時 都只可以 是 這個我想 一直以來 港股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很靠內地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政策 可以支持到 內地的經濟之餘 亦都可以幫到 一些中國的企業 可以在 現在的經濟環境之下 可以再 有個 不錯的表現 但是大家都看到 其實 面臨的問題 還有很多 內訪 再有傳出來 因為恆大之前 一直跟債權人 談的那些問題 現在都可能 連債權人 都要轉貸 不排除 那個清盤 機會率 其實都已經 增加了 不少 之前的櫃園 終於 遺約 出現了遺約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一直未解決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有很多朋友 都在跟大家分享 Chance Lee 都說 還要看 習近平主席 可能未來 會整頓一下 金融系統 等等 這些問題 但是他自己覺得 11月就會跟隨環球股市反彈 因為剛剛 我這個都想再跟 Thomas follow up 因為剛剛 你講了很多原因 我們基於內地的情況 內地的 經濟狀況 內地的 貨幣政策走向 或者財政策走向 但是我們 港股其實 需不需要看外圍呢 因為當然 我們現在的股市 不太跟你的股 不懂得金利股升 但是懂得金利股地之類的 但是美國 現在我們面對的 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 high gap for longer 一個高速政策 會維持很長的時間 當然 今個星期 聯儲局議息 大家覺得 不加息的機會率 相當之高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大家都擔心 美國的經濟 增長 可能接下來 出現放誤的情況 這些因素 其實 會不會 都會影響到 港股的反彈 或者 長期投資價值 會有些影響 如果說短期 短期來說 比較有影響 對 中港股市的壓力 主要是 我先說單次 主要是美金有多強勢 現在的情況 是美金正如 剛才Jackson說 如果觀點來講 就因為high gap for longer 這要簡單一點 就是 聯儲局 主席 鮑威爾一直都說 維持高息環境 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這個就是 high gap for longer 這個 情況 會的確令到 美金 應該會 不會說 現在 一聲就跌下去 大家可以看著98 應該不是這種 會叫做比較堅挺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 維持長期 政策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 其實匯市 往往 很多時候 對這個預期相當敏感 其實是 你看一路 現在 一路升升上去 當今年下半年 其實 美匯指數 美元指數 一直都 升 但是其實 這個升 你看回頭 其實今年 其實 美國聯儲局 是沒有 怎麼加息的 下半年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主要其實都是加了上半年 還有上半年加少少 去年 去年才是主要 但是你 看到為什麼 會這麼快 都 扔上來 其實一個很大的 程度上 那個 上升 已經對 HIGH FOR LONGER 這件事已經有一個 都很大的預期 而 現在我們討論的這一點 就是 現在的第四季市場 最多在爭論 或者討論的部分 就是 究竟 說白一點 究竟是 鮑威爾的HIGH FOR LONGER 贏 還是實際上 撐不住 真的衰退 不是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都要衰退 雖然衰退 沒有辦法 一定要 迫着 都要 減息 這部分 如果有發生的話 其實 會令到 當一減息 還有 其實 美元 即是美元 一些 對手方 其他的 央行 譬如說 歐洲央行 甚至 日本 如果有一些 收緊一點的 貨幣政策 其實這部分 都會有 市銷比漲 所以 從這一點去看 就要看 一件事 其實 亦都看到 美元指數 去到 大概 1806 樓上 就看到 有些 開始 有些阻力 另外一方面 經常都說 看美元指數 不是只看美元指數 你也要看 它的對加 其他的對手方 例如 歐羅 也要看 歐央行 本身的貨幣政策 如何 因為暫時 其他硬都說 會有加息 所以 這些部分 都會對 他們有影響 那 回來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看中間股市 那個狀況 最重要是 美元指數 不要再 在短線 再突破 或者變得很強 短線 抽得很高 而這部分 要牽涉 當然都看對手方 但這部分 就關聯儲局自己的事 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 最主要說的是 會不會在今年年尾 第一會加息 第二會告訴你 明年也會繼續加 會不會有 比較強的 預期 我想暫時 還未太似 反過來 加息加到現在這個水平 其實反過來 聯儲局會 真的好看 現實的通脹情況 會不會再強很多 如果真的再強很多 我沒有辦法 我才會加 就算是 都會暫緩 可能會觀察 最簡單的 現在觀察三個月 至六個月都不過份 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 第一 十一月就應該不加 大家都知道 第二 是年尾開始有人猜渡 但其實我都覺得 年尾加的機會 都不太高 比較大機會 可能會由現在 觀察到起碼三個月 說到結婚 觀察到三個月 然後通脹還是繼續反彈 還是繼續強 如果現在要通脹強 其實我想很大程度上 要靠商品 即是商品要 升得很急 才會有機會 在二四年第一季 再加息 有一個背景的情況下 美元才會比較強 暫時來說 我們反而覺得是一個回調 一個回調 高位調整 未必會急跌 都難的 但是 不見得 會在這個水平 會再升很多 所以變成 反過來 對中港股市來說 暫時那個 downside 再向下壓 壓力 就 小了 接著就要看 內部 就回到剛才說 外面的事情 對它不算很大關係 因為內部的關係會比較大 至於有些人說 東升西降 西升東降 我就不覺得 很有關聯 即是去年 還不算 可能上算 上可 因為其實當時 還有些資金會 你當有一堆油資 會想 炒一些 不同地區市 所以就會出現 炒完美國 就去 中國 但是很坦白說 今年 根本大家的想法就是 何時撤退 如何撤退 我就不覺得 在這裏 會很有這個關係 所以就不要太執著 說 近來 美股好像跌 如果它再破壞 跌一點 就應該 中港就升 就不是好關係 但亦都反過來 你說它反彈 剛才也有位 觀眾說 說首於反彈 我覺得有些 但是那個反彈 你可能要觀察 如果你說港股的話 你可能要觀察 一些新興市場 故事 可能比較好 最簡單 你新興市場 其實你東南亞 好幾個都是 又或者有些人會用的 另外一個指標 雖然就未必 我們叫做統計上是多盡 量化來說是多盡 但是 實際上你找不到好大關係 巴西 EWZ 我們有時候都會拿這個 來參考 巴西股市ETF 是的 拿來參考 但是就是純參考 因為 坦白說 過去幾年可能挺好的 今年你見到 相對上 那個 相關度已經低了很多 但是 我說那個 11月 如果你打算 撐個 環球股市反彈 來抓港股反彈 比較好的做法是 去看著 新興市場 究竟會不會 反彈 如果新興市場 市場裏面一些主要股市 願意反彈 相對上 對港股來說 可能會 好一點 也對 這個概念 因為 都要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說 新興股市 新興市場股市 能夠反彈 只能夠資金 是能夠由成熟市場 流出來 去回新興市場 你不一定 可能是 避險資產也都流出來 進去新興市場股市 這個都有助 我們這一邊的 資金流入 是的 第四季如果要有好一點反彈 都很難不靠這些錢 因為你 不同之前 之前就說 有些什麼 可能 中國資金 或者港 香港自己本地 在那些資金 本身都已經 很準備好 我等你政策 你政策有 我就進來炒 但是很坦白說 今年 中港的資金市場 那個情況 我只可以用自顧不下 壓力形容 都不會 不會有這樣的空間 去做那麼多這些 所以這個就在外圍市場 對於港股影響 可能就沒有內地政策的影響 或者內地的經濟狀況影響那麼大 不過花開也提到 其實聯儲局可能他也不用再加息 因為現在的長債息率也升了上來 其實 效果等同於加了息 還有我們其實 大家可能忽略了 其實聯儲局一直都在縮表 一直都在縮表 其實都是某程度上 收緊市場的油漬 這個都是大家要關注的 好了這個時間 我們不如先看看港股 最新的情況 是怎樣 看到恆生指數 這一刻 相當之接近會轉燈 只是微跌 兩點而已 17,396點的水平 相信 似乎低位 都有一定的承接因素 在這裏 我們最主要都要 這裏不如讓我按一下 我看看 究竟性能電話 我們看到個別的科技股表現 其實今早早都走勢幾好 騰訊能升超過百分之一 營賦基金就偏遠 至於長城汽車公佈了 他們第三季業績表現 業績過後 似乎市場都很批評他們那份 整體的成績表 因為股價 現在都抽中半成過外 至於美團都有2%的升幅 阿里巴巴方面 今天就偏遠 不過這裏也提醒大家 因為 剛好今天我們這個 星級論證嘉賓 熊磡索羅斯 他都有提到 他對於阿里巴巴的看法 首先他就覺得 現在的大市 未必會再進一步向下跌 但是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會再選一些什麼呢 就是選一些 之前 自己比較看好的股份 其中一隻就是阿里巴巴 當然啦 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包括可能 還有1加6加N 這個分策計劃等等 所以他繼續是 Price in 阿里巴巴 接下來會有個 吳塞勝福 亦都選了 一隻的 19903的 阿里研究證 給大家分享參考的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 在這個YouTube Channel裏面 升級卵症的頻道 看回阿索索今天的 最新分析 是怎樣的 好了繼續說一下 這個榜裏面 中心都升超過2% 接著之後 醫藥生物科 今天繼續強勢 繼續承接著 上星期五的升幅 若明生物升半成過外 信達都有半成過外升幅 至於李寧暫時 沒有特別大起跌 小米方面維持近期非常強勁的走勢 這一刻升超過1% 7226兩倍的科子ETF 暫時升超過1% 建行跌超過2% 平保跌超過1% 友邦和恒生中國企業的ETF 暫時是偏遠的 這個時間 我也想和Thomas 談談股份 就是五號仔匯控 怎樣想說呢 稍後回來 就會公佈他們的 上一個個位度業績 但大家 最近都比較擔心 因為事源 渣打 上個星期公佈了 一份非常嚇人的 個位度業績 出現了純利倒退 等情況 大家擔心 內防 截止 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影響他們的股價表現 這個同樣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在匯豐裏面 都產生呢 我們今次看的份業績 大家都會繼續看 會不會繼續維持這個季度派息 和回購計劃 這兩樣又會不會可以為股價帶來一定的實質幫助 如果你說 真是說 內防相關 我覺得那個 影響應該不至於很大 但是這一點 就有一點要講的 就是 大象和小象在這方面 是有些分別的 如果匯豐這麼說 以匯豐調數 就應該 你說內防 會不會有 很嚇人 的 影響 就應該不至於 他整個群組來說 但如果你說 恆森就有一點難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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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來 因為剛才傑森都是問5號而已 大家都是想知道大象怎樣 狀況是不太似 是有這個問題 不過 你看他不好 有一個不小的原因 第一 雖然 之前都說 HIGH FOR LONGER 就是整個 聯儲局的 息口 表現各樣 但是 再加息 就不太似 另外一個問題 也有一點 就是 現在的狀況 有一點 不太好 如果你說去年 的時間 你看 其實 好像 環球 金融股 或者美國 那邊 其實美國和主要的 歐洲銀行 好像升勢不錯 當時的 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可以這麼說 屬於一個 處於一個加息的蜜月期 就是 加息對他們 是有著數的 他們可以提高到 有意見力 可以提高到 貸款的利率 從而是 其實在整個加息的過程 他們擴闊到的息差 但是在現在 似乎就並不是 這樣 現在這刻 大家在擔心 例如見到 可能 在 外圍 你會見到的 會擔憂的是 美國本身的 按揭息率會很高 去到 接近百里 說他們那邊的車貸 都是一樣 都是很高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我想反映 其實 說 匯豐 雖然港股上市 其實大家都視它為一個 歐洲股票 或者 好聽一點叫做國際金融股 但是 事實上 其實 那個狀況來講 雖然說 香港的收入是佔不少的 但是 事實上 定位來講 大家的 視為都是國際金融股 就是歐洲和美國相關的 看法比較大 所以變成狀況 都好看 情況 現在在歐美那邊 就是出現 放貸款 按揭各樣東西 的息率是高 以及 在這方面的需求是低的 應該這樣說是開始轉弱 大家都擔憂這點轉弱的時候 就變成對整個 國際金融股 你見其實 美國的不少銀行股 或者歐洲的都是 以至去到 其實匯豐都有這個情況 當然你說 如果他可以 繼續做到 都保持到 派息圖的計劃 這點是好的 因為 這點是 去到 剛才剛才說的 美國銀行股 都已經未必 可以這麼堅持做到 或者他們 接下來的 Forking 看前面 都很多 美國其實都相當多 公司開始 就算不是 說到明 都暗示 或者大家問的時候 都沒有說 未來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清晰的 股份回購計劃 說穿了就是沒有錢 但是在這點上 匯豐都還可以 所以就變了可能 尤其是 出業職前 都已經 那麼差 大家的 預期那麼頑皮的時候 反而覺得有些機會 可以 可以 業職後有些機會 彈的 或者可能低 開一下 例如 去到五十六元 那些很嚇人 我覺得可以 有些機會可以想一下 逆手 就是叫做逆市 或者叫做反轉 去做一個contrarian trade 都可以 但是當然 這部分 就要 提實 就是剛才說 例如你港府大市 如果大陸來港府大市 11月 我剛才說 覺得會彈一點 然後是慢慢轉弱 如果慢轉弱 就OK 一個星期 過多星期 落到15000 那當然是蛇都死 要這樣看 如果你說11月 假設 剛才大家都有些 遊戲計劃 有些playbook 是覺得 11月有些機會反彈 如果你說 在一個這樣的 角度來講 其實匯豐都可以 是 11月反彈的 其中一元 當然 除了他們 除了這些之外 你都要看 反彈的 帶動在哪裏 如果你說 反彈的帶動 其實是 主要是中國 因素為主 如果中國因素為主 當然 另外一隻腳是 ATM ATM入面 可能 我自己覺得 比較OK 就會是 騰訊 相對上好一點 我問了騰訊 我怕我忘記了 上個星期 Sikis 有幾千萬 倉庫轉了進來 不排除南非大股東有股貨 如果 會不會 這裏有些憂慮呢 應該這麼說 最好當然是 讓他的炮出賣 OK 但是 沒有人知道 什麼時候 現在 剛才 你覺得他應該都是沽的 轉了 是 轉出來 不轉出來 沒有 都是沽的 只不過是 可能等個漂亮一點的位估 如果你說 剛才也說 11月希望有一次 所以 這個就有一點 真心說 先跌後升 還是先升後跌 這件事 有一點倒大小 現在這個時刻 我就不特別估 因為其實估這些 就真的很賭錢 無謂 反而就定策略 你會譬如剛才這樣說 現在這一刻的騰訊 就不值得撥反彈 因為現在這個位 很簡單 第一 300元大概 都是平均線集中 位 附近這些位 阻力大 心理關口 再加上 其實這幾天反彈 都彈了一點 你可以說 你既可以說 他業績前彈 也都可能說 會不會南非 南非大會東 等你們有個美好位 然後我就 舉出來 各樣都有原因 都可以 所以變成這部分 就 不特別去 去拼 但如果你說 十幾月有得再 叫做 有得再砌低一點 可以考慮 還有當然 最好的出手時間 就是 今年 全部都是這樣 很害怕的 跟你說 南非大股東有股 然後股下去 然後 可能下到 現在這些位 這樣計 我覺得 就這樣看 我們看數據 就下到 280元以下 就應該 這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先 這兩個禮拜 如果下到 280元以下 就是頗超賣 這樣就可以了 是 這些位 所以 其實這個策略 你見到是 拼反彈 如果我講講股 別的定計 講講股的話 就 你聽我說什麼 你都知道 我是 其實是拼反彈 但如果就算 就不要想著什麼 買了 半年之後見 一年之後見 不是 這種做法 你都說了 暫時 中 港股市 還沒有一個 中長期的投資價值 短線撥下反彈 甚至好像 Transe Lee 反彈了上去 變成反彈 做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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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手 你的反應 夠快 或者你本身已經有 一定的 Trading 的經驗 那就是 但為什麼呢 反覆提多次 就是因為 怕大家聽漏了 以為我在說的時候 就 可以 不是的 絕對不是 這個意思 這裏我也想 回應 Transe Lee說 匯豐就好像說 回購完成了 是的 因為他們在中期業績的時候 公佈了 那時候 20億美元的回購計劃 其實 原來計算之後 匯豐在早前 大概 我想 上一兩個星期 10月底的時候 已經完成了 他們在中期業績 20億美元的回購計劃 現在我們正在看 他們第3季 公佈這個 還會有 會不會繼續這個回購計劃 因為如果正常 我們看美股 他們是每個週間 公佈的 買購 所以 如果我們視它為一間歐比公司 其實應該 應該都有 還有留意一下 金額 因為過去這幾個季 我沒有記錯 都是20億 我記得都是 所以這個 我們待會 很快 中五的時候 就會知道 我們看看 他 兒子 都很大問題 恆生 面對著很多問題 所以估計來說 暫時都要跟著大洩 跌超過百分之一 賺壞了 港股 以為轉燈 然後轉過頭 現在又拉回百多點的地方 真是 看好一點都不行 這個港股 我們不如先回答一下 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嗎 有Helen 另外也有Thomas 這個叫Thomas Tong 都給個like 大家記得 給like我們 然後 最重要就是 訂閱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給like 支持一下 Thomas Pingy在這裡 多謝你支持我們 Ray Chance Lee早晨 JT早晨 花開堪節 直水節早晨 精明能降的豬豬 亦都在 Jacky Sum 早晨 然後還有很多朋友 都留言 Patrick在這裡 Nelson 也在 大家 都可以留言 說一下你對於現在 港股 甚至 有沒有什麼 問題想問 都可以留下你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說 科技股 你自己撥反 但可能集中都是看ATM 但是 孫澤的百度 不知道有沒有 有什麼看法 他就想問一下 究竟 Patrick 不是 Thomas 你怎樣看現在的百度 這隻股份 科技股裡面 會不會都是看好這隻 還是看好其他 如果你說科技股 他相對上就沒有 資金主流 資金主流 你剛說衝進去 大家當一個 巴士騎買 買進去 那些 百度相對上 這方面 就舒適一點 另外一方面 我想要看你覺得AI的部分 變得很重要 但是又很尷尬 因為你說如果你 覺得AI 會很幫到世界 然後又會問問題 你看一下美國那邊 都好像 這段時間不太閒 因為 這個插兩句 美國那邊業績的 大型的 我們叫M7 就是最大 那七隻 其實今季的 集中預期 大家看著的 就是在AI那裏 有什麼 在過去那兩季 尤其是年初開始炒AI 是有一個很高的預期 全世界都炒的 其實說真的百度也炒過 因為很短 就是在那段時間上面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回到一個尷尬的位置 就是之前 開張旗票 大家個個湧過去 等你 開彩 等你應該有些事情做出來 半年 之前說到有 怎麼改變地球 又很快 應該半年有很多事情 沒什麼 現在出來 見到的狀況 就是 今季在美國那邊 其實主要 做得最好的那間 如果說那麼多間 那麼計 業績後表現最好 是Metosoft 但是並不是因為 靠AI食物的 其實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是雲計算的部分 增長做得 比較好 當然你都可以說 可能AI強 但是這些就很間接 你不會看到一些 很特別的產品出來 或者不會見到一個很好的 老闆 在這一點上 當美國那邊 都做到這樣 其實 中國這邊 就更加 坦白說 是佛線糟塵 我都直接說 百度 的部分 其實 做得 比較 慢 我們都 預期 如果有 一些 什麼 產品出來 或者有些 什麼成果出來 都可能要 你當起碼 比 美國主流的 要 半年以上 甚至 其實如果現在 一年都不誇張 如果一年的話 隨時要等 24年頭 第一季 第二季 才陸續有 還有 主流來說 你說百度 當然 密身是宣言 但另一方面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很多 就收 收藏在他們自己 入面的 東西 就很好 收藏在他們自己 業務入面的運作 可能AI的部分 人工智能部分 是幫助到他們 一些運作 但很難 把它 很低力期的 說到一個產品 這樣拿出來 我們這個東西在賣 就沒有 其實你說AI的部分 其實阿里巴巴做得不錯 但事實上 你不見他 在這裡 一直有說什麼 剛才 都有介紹過 都沒有提過 大家都只是說 一刹N 這些問題 完全沒有提過 其實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 很好的例子 告訴大家 在AI AI的概念 在中國的故事 就並不是很適應的 大家不是很炒的 不是很理的 所以就變成 你說 百度來說 剩下 可能就是 你不計算AI 當然是傳統業務 但那些我又覺得 不是 搜尋器 搜尋器相關 自動駕駛 就變成自動駕駛 變成了自動駕駛 但是自動駕駛 比亞迪 怎樣可以 你簽了一輛車 你有一輛車 有個實際產品 你會想 就是他 你有一天 寫到東西出來 然後就自動駕駛 可以 你這個駕駛 值錢 還是他想 比亞迪已經在 他其實讓你哪家 做得好一點 我就塞進來 這樣就可以變成自己 其實反過來 可能會是 相對你都見到的 其實市場 都比較 就是現在港股 雖然港股已經 很差 又不賺得 兩下又 又落回去 經常都是晚七晚八 這樣 越來越 越來越差 越來越沒有心跳 但是你剩下一些 比較像樣的 股票小數 其中一隻 就是比亞迪 或者你說 電動車 你可能 選EV 選比較強 那天兩個 你可能只剩下這些 又或者最近 如果你說另外一個 方向 例如你剛才說 小米 大家有傾向 覺得硬件類的東西 一些製造業上面的東西 是會有些機會 有得 bottom out 但我覺得這部份 是估計的 但是市場 是願意 擺資金下去 你以小米為例 我們其實這段 市況 不叫特別好 你成交都不是特別多 但是你見到小米 除了股價 比大市強 其實你見到 他每天的 成交額 比以往是多了 是 你見到其實 這個可以試一下 Crossed Block 用一個 闊一點的角度去看 你看到一些 聽起來 零零碎碎 好像不太好 但是你試用條線 穿在一起 你就會明白 那些豬仔 其實哪些呢 當然 現在這個moment 好像聽起來 有少少 時候很明白 大家看看 那件事 他彈了 但是他 可不可以 繼續走 如果繼續走 其實我現在可能 那條路有十步 我只是說了三步 還有七步走 但也有可能 其實虛 我先說了一個 情況 是哪些呢 其實你看到幾樣 比亞迪 電動車 相關 另外一個 剛才說的 這個 還有一些製造業證 譬如 232 即是看到 水光學 還有 例如 另外還有一個 都可以的 就是 最近的 就是 聯想 92 其實你看到這堆 都是全部指向 一邊 是哪些 他們是硬件製造 還有還有小米 剛才剛才說的 你看到這幾隻都是相同的想法 就是 中國製造業 有人 中國 跟 電子相關的製造業 有人 認為會 bottom out 我想過背後的想法就是 都需要那麼久 但是 其實 難船 還有 三驚燈 以來 MIC 在全球 的地位 還是有的 你很難 沒有辦法 立即把他拔走 所以會不會 大家有一個 好悲觀 返回 其實還有一點 所以這個反彈 這是第一 第二當然是衝敬 就是 差那麼久 經貿始終要好一點 但是背後 我想有個因素 要小心 這堆東西 可能會 再向下走的 地方是甚麼 就是他們的業務 可能是好轉的 但是他們股價可能跌的原因是甚麼 人民會變成 這件事要小心點 是有些機會的 有機會的 即 這個位是 現在這個時刻不像 現在這個時刻不覺得 大家甚至乎覺得應該沒有東西 大家覺得應該貶救 我見有些 說法覺得應該貶救 應該沒有東西 但是 這件事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 看 以 人仔的數 拍攝來講 你說實質是否真的 今年 貶了很多 所以弄得 完全 並不是 算是這回事 我覺得不算 有些人覺得OK 有些人很收貨 例如 例如 去年 去年是7 現在是7.3 左右 你當作貶值 就是4%左右 有些人覺得 很足夠的 這4% 足足 已經能夠幫助 出口 所以 所以 可能年尾 會有 憧憬 憧憬 明年 也不奇怪 但要小心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這一堆 值得 值得 現在這一刻 尤其是有些 勁起上來的 例如 老實說 過往計算 小米就算了 小米不留言 他本身 他業務OK 但他的 價格差 很害怕 但 例如聯想 大家一向不好看 那 你 用 你連連想 這些都行 然後 甚至乎 反過來 你說 信譽光學 這些本身 不計 平時 即不計這段時間 Head win 很重要 手機 飽和 那些問題 他本身是一間 挺厲害的公司 講一間這樣的公司 其實你現在還是 六十多元 早前 當時反彈的時候 人們說得很厲害 是否可以 然後我跟他說 下過六十元 還是五十多元 那時候你又不提 這幾天 這幾天彈兩成 你就問我 要不要 很慘的 那 股價計 他們是未意的 甚至乎老實說 如果真的要健康發展 老老實說 你起碼做個雙底 即是說 大佬 其實你 七十元 樓上 我當作是二三百二 七十元樓上 可能都只不過是 這個range的頂部 他還要下來 可能下六十元附近 甚至乎五十多 才做一輪 才再去 這個是已經叫好的 所以 剛才為何說 中國製造業 似乎有人 在賭 有人在賭 或者有人在賭 可能會有一個 說法 出來 在未來下半年 但是你說成不成事 成不成真 會不會 真的有個 各樣 我反過來看 就是用股價說 就是你要做個雙底 如果你由現在到二四第一季做到雙底 我又會夠膽 去到二四年的年中 就會夠膽 但是現在 就有點不敢說 因為現在是很有機會 只不過是 在那個年底 之前 大家覺得有些 皮疑太久 但是皮疑太久 完之後 告訴你 其實有些因素 並不是很好 譬如 都是你猜的 其實 原來 出口不是真的 那麼厲害 又或者 贏出口 輸匯率 都可以 因為其實 某程度上 你見 當日本這樣說 就是說少少 日本今年其實是挺好的 日本好的 其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匯率跌得很厲害 令到他出口 再好了 當然他出口好的 有一定因素 就是有其他各樣踏上去 但是你也都見的就是 當匯率跌得很serious的時候 即使他出口好 但實際上對那些公司的 利好情況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亦都很辛苦 所以其實是一個 有少少雙面人 即是你 減匯率正常來說 是令到 跌匯率正常令到 你的出口 會好轉 但是 當跌得太厲害 最後埋單 那條數就不好 而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這一刻是沒有人認為 人民幣 會再變很多 但是要留心的地方就是 如果他們的出口 要大幅好轉 正常來說 還要 還有一條路要變 但是這個Made in China 的概念 現在 都當當地有資金流入 這個大家值得去考慮 留意 這個時間 我們又轉個channel 其實 Thomas你剛才說了一點 就是講了 Microsoft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 Madeficent 7 科技七雄 應該好像 好像差蘋果未公佈 是 但是現在公佈出來 其實 幾間 都是不錯的 先講 微軟 交了功課 無論 top line 和bottom line 都必須 計算 Google 也是 交了一份功課 Meta 也是 Amazon 也交了 都是比市場預期好 Tesla 那盤數 相對的差 蘋果 未知 銀洞 但是其實我們看回 今次的大型科技股 出來 為什麼要講這七隻 因為 如果我們撇除這七隻 標普其實現在的表現 都應該是 幾乎要跌 是的 但大家就像 孫澤那樣說 究竟現在的大型科技股 我們應該怎樣佈局 我們望眉遠 就算出來業績好 都只不過是 做了一兩天的升幅 之後都要退回來 那究竟現在是 市場的情緒 市場的資金 影響 Manifixen 7 還是 大家 從他們的業績 都對前景 有些擔憂 我想 業績的擔憂 就不至於很嚴重 頂多應該這樣說 有部份是 那個增長 大家會覺得 未必說會很快 但是 倒退 或是很差 都未至於 除了Tesla Tesla 就是 出來數 是真的差一點 還有 有一點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關鍵 就是 熬 也不是熬的 說了很多年 大致上 都 寄送到的 那個願景 就是 每年 Netz 會升到 五成 就是 Kager 拉拉環 那樣 那樣 這件事 最近 這次的業績會 是說了 不行 說不會了 更是 Internus 親口說 這個是 差一點 是比較 令大家 跟著 會 想法是差 但是你說其他 整體 其實未算 很差 反為 預期高 第一 本身 預期都是高 市場對他們的預期 是 市場 對他們的預期 是 市場對他們的預期高 而DRIVE 它高了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AI 而 剛才剛才說的 其實 不算很 老實說 你看回正常來說 那個 科技的發展 那個速度來說 都不會 應該正常來說 也不會 半年 會有很大的 改變 改變 變成的情況 是年初 很夢 然後現在 就有點夢醒 回到現實 這是第一 第二 始終就真的 適 利率的影響 對他們的股值 是有壓力 所以我想 這次 反為 你看到的重點是 M7 的 股 overall 他們來說 他們反為不是 出來的業績 好不好 或者是增長 當然不是超級增長 如果是超級增長 沒話說 其實美股 也有一些 但不是在M7 其他股票 是有好增長的 亦可以逆市 這樣升上去 都可以 但他們的問題 是他們的增長 不算很差 如果對過往 六季 四至六季 不算很差 但是 現在的狀況 是大家的期望高 因為有高利率的壓力之下 就會見到 出了來 就算 持樣OK 勉強可以 都跌 其中一個 這個甚至乎 這麼說 這個不只是 單單 M7 大家說 M7容易看 但如果你真的 用過普遍統計 較早一點 都有 跟Jackson分享過 那個就是 其實有條數出來見到 今年的S&P500 的股票 有分開優於預期 和 順於預期 Feed的股票 都要大概跌1個百分點 但Miss的股票 要跌4個百分點開外 平均 即是平均跌4 你就知道 市場 都叫了這麼說 你交出好一點的成績表 我都不點獎你 但只要交出好一點的成績表 就罰到你 即是會是這樣的狀況 壓力是大的 唯一我想說 我覺得就是 Apple 因為 是接近守M7的尾門 大家的預期都差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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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壓下去 你見到它都已經很頑皮 所以我覺得 有些機會是去到很低的情況 雖然 比較好 最好是出了 出了Earnings 業績之後 都再跌 那些 那種情況 買才會比較穩陣 但是業績前稍微 輕微 薄一點點 我覺得都 可考慮 但是我害怕 害怕 因為其實我看回 幾份業績 當然 大家在股價表現裏面 就有不同的 事後的想法 Microsoft就說 你雲業務收入OK 盤學家立即升給你 Google就說 雲收入增長放慢 至於Meta 就是因為它的管理層出來說 其實未來的廣告收入 或者廣告業務 就很大挑戰 原語的虧損又不知如何 Tesla 對於前景 是堪憂 我想蘋果會不會 都有一些堪憂的情況出現 因為大家都知道 iPhone 15 已經唱得很差 是 頭兩個星期銷售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是說 現在的市佔率是排第四 都差了很多 這個會不會 接下來他們有很大的挑戰 就是 你經濟前景又不知如何 之後 你的手機 你最主要的業務 都好像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等等 這會不會令到 蘋果又有一個 堪憂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說業績上面 我自己就覺得 他未必 真是 首先 現在的 華爾街的預期 應該不是預期得好 已經 已經不算預期得好 但是是增長的 有的 但是他那個差的 我拿回 上個星期 那些來比的 最好 其實 Apple的華爾街對他的預期是差的 但是 就應該沒有 Amazon那麼差 Amazon就覺得 看看你怎樣死 誰不知 開完就 那不是很多預期 不算死 不算死 就彈一下 就是 有一點點 我覺得 Apple如果真的 趕職前 一定要 的話 可能就是 這一種機會高 但是比較好 當然就是 因為 講 星期四才出業績 最好當然是這兩天 都還是很害怕 下去 即是很害怕 再跌下再跌下 那那個值 率就會高 歐斯就好 但是如果你說這兩天 就 好像上個星期 美股很害怕 怕完現在好像反彈了 月美又上回 然後 可能 美債的債息又好 又彈了 不是債息 即是美債的債價 長債 又彈了 如果這樣彈 但我就不會的 我就不會星期四走去想蘋果 沒什麼好處 一定要的 踩得夠深 最好譬如 現在向南行踩到 163 那些 165都穿了 那些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投機 否則的話 老實說 這些鹹淡水交界中間 就吃花生酸 這就是我們從業績期 短線部署 但是如果 孫澤那位朋友這樣說 我們遠一點 就是做一個 大型科技股的佈局 現在是怎樣去選擇 如果你說佈局 大型科技股 我就不傾向 因為其實 始終問題是 現在的狀況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 年頭 無論是 有些人要追表現 因為建立資金也升了不少 今年來算是升 而且比例也高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是靠M7這七隻 去穿上去 而這部分的 說穿料就是 又不關息事 息又高 不關 當然有些人會猜減息 但現在基本上 應該幻滅 都沒有什麼好說 又不關他們自己實際事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是AI夢 那個問題 但是AI夢會不會 好意外呢 我覺得年尾 不太像 就像要夢醒 或者要反回現實的機會 大一點 現在只不過是反回現實的中段 未落回去 所以你說現在這個情況 大型科技股就不太建議了 你現在的大型科技股就有點像半年前 或者再多 再前一點的ATM ATM 當時很多人說跌下去的時候會不會買 買不買 好像都OK 但它實質一點 真的AI 有AI 那時候ATM 你炒什麼 這個明白的 但是那個情況 我想 告訴你 就是 為什麼我會拿ATM 雖然 聽到好像一個 完全不同的 完全 完全不同的 這些厲害很多 這些厲害的 是不是 那些就不厲害 但是你又要看 我想說 那個例子 是什麼 ATM 在那時候 想著有Fundamental 買 結果你看回頭 就是 現在 看回了 你有半年 時間大半年 去做回事後 孔明的時候 你發覺 孔明的 掌握上身 你再帶回去 你就會發覺 其實它都是跟著市 市彈的 市跌就跌 我想說的是 未來 M7 裡面 就算好一點 或者中油 你特別有 可能有某一隻 我不知道 我自己 這麼說 Market 看完就覺得 Modelsoft的數字好 或者Outlook好的 我自己就覺得 一般 尤其是我覺得 有一件事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 他的AI大招 其實已經出了 Office 但是當然 他的Office 只是 Invited only 沒有人 我那時 經常 放了 說 如果 Microsoft 有出AI Office 我即訂 我訂 你馬上玩 就馬上知道 根本沒得玩 你完全不知道 變成 你說這部份 但我 又不是憂心的 我覺得不太好的地方 你大招出了 其實說了 說了 你 你說什麼 Invited only 如果那件事 很厲害 9秒9 有人說出來 說 怎樣可以了 搞定 原來安裝了AI Office 就可以 請少兩個卡 完全不用做 他自己的機器在動 多害怕 上身 如果是那麼厲害 就應該是很多人都說 沒有聽音 你現在看到的問題 我覺得AI的部份 對 大家的發展是會有的 但是他似乎是 變成了一個 好像高階一點的 Computer Programming 的東西 其實會慢慢 幫助到大家進步 但就不會 叫做 一兩年內 有一個 很搶眼的產品 可以救了他們 令到他們的 盈利有一個很大的緊張 所以這部份是 難的 亦都如果沒有這些 東西的話 在現時的狀況來講 他們幾隻就很大機會 跟市 放 是很一致 追回市房 因為以前是 市不好 但他們好 沒錯 是他們拉動的市 上半年就是他們拉 市上去 然後大家都聽不懂 那他們會拖市下去 有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反而要望的 是 究竟高利率 大家的 那個 怎麼看 即是未來 另外一樣 都很關事 反而是現在 如果大家 即是 聽了整個小時 如果你覺得 我選一句 這句最好的 未來的半年 你看美股 其實比較重要 要看美債 美債 長債還是短債 長債 我當三十年 三十年 或者十年 十年 你用十年 如果十年債息 站在五樓上 美股就真的很難 但是反過來 如果十年債息 狠跌 即是說 十年債狠 彈上去 那 股市 還有 得想 但是我自己傾向 會覺得 即是 未來這半年 應該債市 是 Leader 股市才是 即是股市是落後者 他是等債上去 才會 會升 好啊 所以 我明白的 大家都是 覺得 現在美股 尤其是港股吐了整 整年大家已經 疫情變亂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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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叫做 在這個 Field 做了十年八載 但我都 覺得這個moment 我並不是對美股十分熱切 明白 好 這個 我們說了很多美股 債 這個Alex 虛的問題 都想回答 他想問 Thomas 你對於金價 有沒有什麼看法 大家都知道 黃金 近期 我想最大的影響 一定是過地缘政局 我們看到現在 爾巴 在加沙地帶的衝突 其實都一直未停 而over the weekend 亦都說 有風險增加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黃金 都升穿了2000美元 一行市的水平 當然Alex Hood 他除了問美金之外 他就想看 還有二百九九紫金礦業 12.16元 我想他用現價 沒有貨 大概12.1元 究竟值不值得買 不如先說金價的走勢 來到2000元 這個位 其實要再上 動力或者能量 會不會都已經沒有 之前那麼大 是差一點 我試試這樣說 很短線說 就是 金價大概可以 去到 2030 就是這次的突破 之前2000元的 大位 很多人都不看好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你看看之前 升了那麼多次 每次上到 達完之後 都很重傷 閒地都 100元 美元 以上 最差的 就是剛剛 10月那次 是加息預期 差不多1800 殺到基本上 大家都不見了 但問題就是 升到上去 我覺得升到上去 短線 第一就是 這些短線薄招 技術就是 你穿2000 就2030有 2030甚至乎好 2050 但我就不太擔心 另一件事 我覺得重點 重要 今年稍早的時候 是試過一次 應該大概是 4、5月 4月尾5月 試過一次 金價是上到 5月頭 上到 2050 樓上 接近 即使 去到2080 如果 未來的日子 第四季 再有 即 應該正常來說 升到上 2030樓上 然後就要下 可能會 可能會 但如果再突破 2050樓上 站得穩 要小心 這個 隨時是 明年 明年 下行 上 上 有機會是 出 有機會是 大家看 但當然有很多因素 剛才說的 耳巴 打仗 主意之類的風險 會議 另外一邊是 食口 因為 亦都這樣說 你要金價升上 去 企穩2000樓上 但 息是 明年 告訴你 由5.5 加到6.5 很難 如果是這樣 很難 通常的東西 一定要配合 如果 你要金價升上 其實是要 息口 要 狠跌 才行 所以這些就要看著 但整體來說 還是覺得 OK 雖然我不會 很大大力這樣推 我很怕 通常大大力推 推完 但你就正面 你對黃金的看法 正面 正面 如果是這樣 其實那些金礦股 香港上市的金礦股 又是否因為 金價偏正面 而值得 去部署 這個有點尷尬 因為問題是 早前也有跟 一些 內地行家 有討論過 那些問題 有些人是很看好的 覺得 現在很undervalue OK 買得 我自己又覺得 有一點尷尬的地方 就是 我做商品 都一段很長的日子 但發覺 很多時候的情況 就是商品 並不等於商品股 即是商品要等於商品股 就只有你的股市本身 市底是不錯的 所以變成 我用一個簡單的說 你如果要買 譬如你覺得 OK 我金 挺好的 我去買 紫金 或者我去買 招金 這樣 的話 我就會跟你說 你要覺得 金和股市都OK 不是 金好 股市起碼要OK 你才好買金礦股 如果你覺得 金是好 但你覺得 股市差 我就覺得 你買金好一點 是的 這個 這個原理 直接一點 這個原理要明白 因為很多時候 都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 我們叫買 買一些 代理的 買金礦股 就是屬於代理的 雖然數字是計得對的 譬如我當 亂說 你的金由 由一盎司2000升到3000 那些東西都怎麼會升 反過來好像油 石油價格上升 你覺得油股 是的 如果你是一個很長期的trend 然後你給他足夠時間 然後 市 市又正常 沒有什麼特別差 下去 正常是應該升 但是你看回 過去 譬如我這樣說 石油 油價最好 油價升了 是不是 雖然升過 跌過 但是也升了 但是你當升完之後 你看回美國的石油股都還好的 中國的石油股就很一般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問題 就是你變了 如果要這樣做 你等於相對上 去做多了一件事 我本來 做一個投機 已經有些困難 它對不對 已經有些困難 我還要再隔山買牛多一下 就算我這邊OK 原來 原來 Sorry 那個股 不同 那個商品 你又錯了 然後又壞了 這樣 拉勻 扣起來 就很難贏 所以我自己會傾向 我反而覺得 譬如金這樣說 大家可能覺得 有時候 很難 做金 又大張 其實有很多方法 如果買二百四零 就不可以 二百四零 不是一間公司 是一隻追蹤黃金 期貨的一隻ETF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可以買二百四零 固然都可以 二百四零 10股 我記得一手 雖然我真的很久 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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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手股數 又再減了 OK 因為很久沒有光晨 還有就是 譬如 美國就是GLD 當然這些都可以 但還有 一些可以做的 譬如 人們經常覺得 黃金期貨太大張 搞不定 一百 一百安 神經病 你怎麼買 一買就 睡覺 這世界現在有一個 叫做AMGZ 叫做Michael Michael是他十分之一 我們應該check 不要緊 但是有的 就是mini版 Micro版 他們現在期貨很多 都出現了一種 叫做微合約 Micro contract 不是叫微理 是微型合約 微型合約 是的 他已經把它縮小了 其實是金、油 應該是金、油、銅 金、油、銅 這三樣都有 你看看 你們覺得有興趣 可以找一次 找一次 說多一點 這些 但是 我想說是 其實很多 這些方式 可以去做 就不一定 說要 融 當然還有 就是 譬如 還有一些 就是譬如 實金 但實金當然 我回到 以前最初 那個 Allocation 那個說法 我講了很多次 我說5到10% 是OK的 超過5到10% 那些叫做炒的 有 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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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 跟到 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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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 我買那個合約章數會少 應該這麼說 買個合約 那個 國安數 譬如他現在這個合約手數是 10 就是說你等於買一張 Micro的 是100 10分1 雖然 乘10 就是20000 美金 但是 20000美金 是假設你的金跌到零 你才沒有20000美金 那麼實際 大家都不會 如果你用 一元 計 一元金價計 就是10 元 明白 其實是你的入場費 小了很多 最主要是你的入場費 沒錯 入場費 和那個上落 你都沒有那麼大壓力 譬如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做一張 以前的說 你100元上落 就是100 盎司 就是 100元上落的金價 你就要 頂1萬元美金 不是那麼多人頂到的 就是說 700萬上落 很難 但現在是10分1 就是7、8千 你7、8千 很多人炒卵都沒有了 那就相對上容易 你都容易坐得遠 就是你 譬如說 老實說 你現在很痛苦 你20 你20幾幾 如果你看好金價 你買不買 他下回來 很容易 我們回答一下 很實際 哪裏可以買 這個 這個 以我所知 香港 應該有 我們普通那些 券商broker 有沒有 先說明 戴帽子 沒有幫任何人買廣告 因為 連領茶也沒有請到一包 從來 以我所知 主流的富途好像沒有 要有的 但你要激活 你要開了 那個地方 OK 那些公共留 現在按了就 過了就不行了 那 加油了 加油了 但我們未知他裏面的交易成份 收費 我也不太好 就是富途兄弟姊妹就自己加 以我所知 營透證券是有得做的 就是IB 對 IB是有得做的 是 好 希望我們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有認識多一個不同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參考 這個時間 我們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有個長橋的開戶優惠 10月份 雖然來到尾聲 但大家都可以說 開這個10月的長橋優惠 現在開戶也有1600元的現金回收 給大家 那大家只要用我們 Invest Talk的專屬優惠碼 專屬倫 開戶 傳入資金10000元 就首先送了800元的 股票現金券給大家 而這一個的10000元的樓上資產 如果流傳了4個月 而這4個月期間 完成了100次交易的話 每次都會有100元的現金回贈給你 合共就會有800元 所以大家 支持一下我們Invest Talk 用我們這一個的長橋 剛剛我們都post了 大家可以去看詳情 好嗎 好 今天謝謝Thomas 我們都事限有限 說不了太多 都答不出大家的問題 但不要緊 因為我們Invest Talk的節目 每天都會有 今天我們大概下午3點3 也有我們另一位同事 Christy 他們就會講解一下 這樣的市況之餘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還沒回答大家的話 大家也可以在下午3點3的節目 這個 鼓開拿針 就問問Christy 最新的情況 好嗎 看到恆生指數 繼續17300點 再一個水平 下次再找Thomas 經過好嗎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